10號活力竅到6倍 次延門2號奧利王子由7.4倍到6.3倍 另一匹落飛馬就是9號威霸龍8.6倍 又是五班賽 準備一跳出來比較慢 就是勝利福星和連貫精英 前面有運動建章,當然快 這裡佔半個馬位,開始見有個馬位優勢 一直追著有三隻馬 中間威霸龍已經上來 跟貼,快要拍住 外面是馬主,樓後就是慶智高 都是很聰明的跑法 然後接著是活力囂 外面有威士忌,還有飽威紀錄 然後就是奧利王子 再稍後有神機妙算,准明神居 包美仍然那一隊是連貫精英和勝利福星 下山的時候,名次分得比較清楚 運動建章是鐵欄,這裡佔整個馬位 威霸龍跟著他 第三位就是慶智高 馬主,由第四位已經爬上來了 很近前面有一對馬 然後是活力囂 由內蘭移到中間來追 然後外面有八位基督 大外擋就是威士忌 中間有紅帽就是神機妙算 再賣明奧利王子 准明神居 在200米內 運動建章都還沒全 但中間的馬主 都走得很厲害 這裡已經開始超前了 上來就是活力囂 活力囂追馬主 只追著馬主 第一名就是活力囂 第三名是慶智高 第四名是運動建章 都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的戰略 都是用速度來跑這馬主 之前也試過在前一場 千四一口氣 帶回來都捱到第二 始終都是的 去到低班環境 擺得到前一點點都是比較好 實在沒有我的份 我一見這些馬 即是那些雙敗紀錄 雷雷 我都沒有什麼信心跟著這些馬 但是你揭一揭 今天這本馬埔 其實有好幾場 都跑了很多那些 很多傷患 那些馬跑出來 是啊 所以季尾通常都這些 逢是我看到這些 都實在沒有我的份 有什麼辦法 為什麼可以令到 有時候大家知道 不是每一年都是 因為季尾就是這樣 可以有些不同的處理方法 或者季尾的時候 安排一些比較小型的賽事 不要說十隻八隻飽 希望好像以前的飽馬地 你贏輸一回事 但是有得中一下 範圍不會那麼爛 十隻八隻那麼多 六隻好就掛 六隻 你都現在爆狗 真的不是 你看到今晚 我不知道可能頭柱額跌 是因為未必是氣碼 可能因為之前有下雨 大家的心理上 好像都有點疾著疾著 不是你叫我講馬 有什麼好講 有什麼堆馬 大家在鬥爬 反正那些貼士都不中 有三兩場中就好好的 有 都不會說交白